评书快餐 民国军阀演绎 段祺瑞 第十讲 上文书啊 咱们说的段祺瑞在前线跟护国军正在周旋的时候 北京城来了电报 袁世凯病情加重 段祺瑞急忙把前线的事情交给了徐树征 赶到了京城 再一看袁世凯一来是奄奄一息 这个病情加重啊 是怎么个原因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护国军提出那六条 袁世凯不说了吗 我不当皇上 取消帝制 我还当大总统 结果啊 护国军人提出六条来 袁世凯一看这六条的鼻子都气歪了 第一个 就你袁世凯不当皇上还不说呢 你还想当总统 哪有那美事 把你袁世凯是轰出中国 袁世凯一想你说这帮人多损你说 你们都损到家里 你们都没法损就那么损 我袁世凯都服了 不想当皇上当总统 最后你们要把我轰出中国 中国都不让我呆了 让我上外国去 我上哪个国家呀 哪个国家能留我袁世凯呀 另外你把我轰哪去呀 你是让我找萨达姆 还是找拉登去 最主要的 后半还有一条 袁世凯他们家后三辈 都被剥夺了公民权 我是殃及后代呀 我呀 袁世凯大兵了 火上浇油的是二臣一汤 前文是我在袁世凯那部里头 已经说了 这二臣就是陕西将军陈树藩 四川将军陈焕和湖南将军汤香名 二臣一汤 这三个人呢 都是袁世凯的忠实铁杆走路 铁哥们 广广铁 铁子都没法这么铁了 袁世凯对他们三个人是十分的相信 可没想到这二臣一汤 全部独立了 也逼袁世凯下台 哎呦 现在袁世凯感觉都重判亲历呀 所以这火上浇油是病上加重 敢断亲历赶到了袁世凯的驻地 袁世凯已经不省人事 在其位呢 有许世昌 这许世昌啊 跟这个袁世凯两个人交情是最好最好的 咱们这里边啊 得交代一下这许世昌 因为许世昌在中华民国那也是相当有影响的人物 这个许世昌生于1855年 自普武 浩菊人 因其祖上是从河南迁往天津 所以呢 要算起来 这许世昌呢 是河南人 也就是说跟袁世凯两个人是老乡 在袁世凯没有投奔 怀军无偿性之前 在家里头 这个袁世凯开了个学社 没啥事 就是约几个文友 喝茶聊天 谈诗论文 哎 这个时候 许世昌出现 有一天 袁世凯正在屋里坐的时候 许世昌进来 落魄的时候 给别人教书 挣俩钱 讲一胡口 那么这许世昌比这袁世凯年纪大 两个人一谈一落 越谈越偷鸡 越落越舒服 袁世凯啊 就问 大哥 你怎么不进京赶考去 到京城考个一关半只 许世昌乐了 兄弟 我哪有钱呢 连路费都没有 袁世凯一听那好办 我给你拿五百人杯 你去考去 就这么的袁世凯给许世昌 拿了五百两银子 哎呦 许世昌感动的 涕泪横流啊 眼泪哗哗往下流啊 像小和一样 自己在落魄的时候 袁世凯伸出手了 就你袁世凯日后这个大恩大德 我一辈子我也报答不了 跟许世昌进京赶考 可没想到果然中语了 中语的那天晚上 许世昌马上修书一封 烧给相乘的袁世凯 报告了这一喜讯 同时呢 这许世昌是一股作气 继续加倍用功苦努 一八八六年的春天 中了进士 受汉林院编修 这袁世凯后来啊 当了大官呢 换才三十年生涯 许世昌始终是他最知心 最可靠的哥们 而他自己呢 也就是许世昌本人 也由汉林院编修 生计 幽传部上署 军级大臣 民国初任袁世凯的 内阁国务卿 所以这个许世昌 跟袁世凯两个人的交情 莫逆 袁世凯在临终之时 把许世昌也叫了 不大一会儿 王世珍 北洋三街的龙也来了 还有袁世凯的表弟 张正芳也到了 所以袁世凯临死的时候 是把段祺瑞 王世珍 许世昌 还有张正芳四个人 叫到了病床前 交代后事 现在的老袁 躺在病床上 是一阵醒来 一阵的昏 一阵迷糊 一阵醒啊 眼睛冒得金星 好似屋里探话 水中望月 哎呀 心里头在盘算着 想我袁世凯啊 龙马一生 南征北战 东挡西煞 一开始到朝鲜去修理 后来回来小战练兵 南北一和我当的大总统 风光一时 无限一时 后来我又鬼心 翘子要当皇上 可能我不是那龙命 我是个蛤蟆命 结果八十三天 我就病成这个样子了 要死了 人要将死 妻也也善 鸟要将亡 欺民也爱 临死之时 想起过去做的 毛毛毛毛毛毛 某个事 做了什么样的事 死前想后 在脑海里头 琢磨了一番 现在在袁世凯心里头 还担心一个事 什么事 自己死后啊 自己这后人 子女 万一惨遭毒手 嘿嘿 更让我揪心啊 我担心啊 我啊 老天保佑啊 所以他把这王世珍 段七位等人招来 想当面嘱咐几句 不管怎么说 我袁世凯再不是人 便殃及子孙 他早已跟自己的子女 嘱咐完了 日后不许你们重政 研究点啊 医学 科研等方面的事情 千万别干涉 政治啊 这政治是有风险的 凡事搞政治的 如同黑海行船 随时会碰上 无情的安娇 那么现在他把这几个 贴心的将领找来 是想嘱咐嘱咐 如论如何 你们得保全我儿女平安 他们也就是回老家就算了 就当个贫民百姓 再也不问其他事了 这是袁世凯的目的 他迷迷糊糊之中 就听耳边有人说话 大总统 大总统 贤弟 醒醒 我问你 如果你真要是架短腰吃 谁来继承这大总统之位呢 听语气 袁世凯依然判断出来了 是自己的密友 许世昌 袁世凯把眼睛挣开 看了一眼许世昌 世昌啊 呃 齐瑞 段齐瑞啊 眼泪也下来了 你看人都要死呢 凭着有矛盾啊 有怨恨啊 现在早已抛到九霄于外 人心都是漏长的 一晃再起这么多年 现在这人要死了 所以啊 王世珍已经弃不成正 贤弟 如果你要过去了 谁来担当这大总统的位置啊 徐世昌一想 这事你得说明白 你这两眼睛一臂 如果你要不只派个人 这国家里得大乱 那就麻烦了 袁世凯啊 努努嘴 呃 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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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法 哪儿啊 那边上有个盒子 里边啊 放着袁世凯的遗书 那遗书上 就有总统候选人 大伙 大伙你一问一句 他问一句 袁世凯嘴唇的一动 时长 七月 保我子女平安啊 说完这句话 俩眼一闭 腿一蹬 那边去了 袁世凯一死 大伙 高时的哭了一番 第三个 徐世昌 我这这 哎呀 段齐瑞差点乐乐 这玩意多新鲜 啊 得像猜门似的 你写一个 他好办 啊 要写俩也行 俩人磕了头 或者是抓咎 你说这写仨 三个人 谁当总统啊 这这这 三个人呢 拿着这一书 我懵了 那先得罚送袁世凯啊 这袁世凯一死啊 北京的局势 可以说是完全控制在段齐瑞的手中 因为段齐瑞身为总理 又兼陆军总长 及军政大权于一身 他抛弃了对袁世凯的业分 表现出对袁世凯的无限忠诚 他又吹捧袁世凯是赞成共和党 后来知错必改 历史好同志 又要想当总统了 不想当皇帝 这个事大伙原谅一下就完了 并且啊 对袁世凯要举行国葬 另外段齐瑞还下令 全国下半旗致埃 停止一切的娱乐活动 学生们不上课 文武百官停止宴会27天 6月23日举行了公祭典礼 段齐瑞代表黎元洪为主祭 段齐瑞等文武官员均送去花圈和晚联了 袁世凯此后 段齐瑞的时代开始了 这个中国有句俗语啊 国不可疑如主 你这国家要没有个头头领导人 那不乱套了 袁世凯这边 一言气 马上这边段齐瑞召开了紧急会议 研究谁当总统啊 这袁世凯啊 这袁世凯啊 整件事也真绝 在这一书上 他说他这个继承人啊 你要一个也好办 他写上了三个 段齐瑞 李渊宏 徐世昌 究竟谁当总统啊 那得定下来啊 你不能这国家 咱们三个都是正式总统 那非打起来不可 这三个人呢 找了个屋 咱们开会啊 研究研究 这个谁来当总统这事 大伙呢 都心平气和的 该说的就说 不该说的呢 心里话呢 就说出来 因为这么大一国家 这个国不可一日无主 是不是 咱们过去那个 禅人老张 悬都抛到九霄云外 谁也别提禅年旧账 咱们就扯这事来 赶紧定下总统啊 个个咱们都是心底 无私天地宽 为了国家的存亡 为了民族的命运 为了国家的辉煌 大伙抛开私 而论功啊 好吧 现在咱们开会 开会就三个人 徐世昌 段祺瑞 黎元宏 这三个人坐这 喝个茶 研究谁当总统 可谁也不知事 谁能说我当 那个说我当 这仨人要争起来 还麻烦 黎元宏一看呢 干咳嗽一声 黎元宏琢磨了 这里头我最没视权 别看我是个副总统 但我这是个哭哑了 我的势力在南方 当初这个段祺瑞 愣把我蒙到北京 成了袁世凯的高级政治俘虏 我现在手里没兵权呢 要说这里掌握兵权的 徐世昌 段祺瑞 人家都有兵权 特别段祺瑞身为陆军总长 掌握了军政大权 我先开个场 李元宏啊 说完这句话 干壳子两声 这个至于谁当总统呢 这是一个大事 非常非常的大事 不是一般的事 也不是二般的事 也不是三般的事 也不是四般的事 段祺瑞唱点乐乐你说呀 一伙之间 这个事呢 我看还是让徐世昌 徐老先生来发言 李元宏说了半天 憋了半天 把这皮球帮一脚踢给徐世昌 就这里徐世昌的资格比较老 这段祺瑞啊 也紧张的起呼 对对对对 世昌啊 你就说两句 大哥 你说话比较分量 所以呢 谁来当总统 你先发起举言 我们呢 基本上是听你的 比方说吧 你要和你当 哎 我们也同意 你要和让我当 你们俩也同意 如果让林元宏当 咱们俩也同意 那反总而言之 咱们仨不能一起当 你看这事 谁当好 你发表的意见和态度 哎 他那个 哎呀 我这个 哈 他那个 徐世昌啊 这半都下来了 你们俩这不是逼我的吗 这边谁当总统 如果你一书上写 没有我徐世昌 还好说点 结果有我 你这玩意有我 你这玩意有我 我怎么发言呢 我怎么说话呢 徐世昌啊 眼珠一转 他这个 是这样的啊 我呢 这个 首先声明 首先标明 首先发言 首先表决心 这些黑话呢 他找词呢 他呀 我首先不当总统 我推出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我呀 这个能力有限 实在不胜任总统之职啊 这个徐世昌啊 是个聪明人啊 他知道 虽说自己是北洋的元老 但是自己没什么实力 这是他不想当总统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这一堆乱他们呢 谁敢动啊 我们这位老元 一会儿当皇上 一会儿当总统 一会儿不当皇上 又要当总统 四位各省纷纷独立 国库空虚 焦头烂额的 这一大堆他们怎么收拾 徐世昌一想啊 我先退出这个竞争 我不当总统 这个总统不当 但是呢 转念一想 他认为这个黎元洪啊 是一个手无寸撇的南方军人 但如果不让黎元洪当总统 南方的这些军阀们 都督们 各个不顺签 战争呢 也无法结束 如果让这黎元洪当总统 这黎元洪只不是个傀儡 是北洋派手中的高级政治傅虏 不可能啊 黎元洪为南方服 你想这叫一箭双雕啊 黎元洪在南方军阀之中 都督之中 那是非常有威信的 而且手无推共和 这人有一定的威望威信 那么在北京 他当总统呢 他手无寸铁 没有兵足 那不就是个牌辈吗 我们北洋把他掌握在手中 一来南方的军阀们顺了气 啊 一看我们南方人在北京当总统呢 不能闹事 战争呢 也就完事了 另外黎元洪这人厚道 他听话 依然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我们北洋还是说了算的 还不如啊 干脆就让这黎元洪当总统员了 所以徐世昌 喝了口茶 我看就让元洪当总统 此功厚道之人 心如水 思如尽心思纯正啊 而且元洪处理国事非常有方法 所以我就是想让元洪当总统 要说黎元洪继任总统啊 那也是有优势的 因为黎元洪本身就是副总统 有继任总统的法律可依据 但他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南方军人 这个北洋底下的将领啊 肯定要反对 但是呢 有徐世昌 还有段祺瑞压暴 这个事 别人就不敢多说别的 那就得看段祺瑞怎么表态 因为段祺瑞在北洋将领之中 那个威望如日中天啊 你光上班同意了第一次将领要反对怎么办呢 那就得段老虎出面 现在看段老虎的了 而且段祺瑞一听徐世昌提黎元洪当总统 方才啊 我们这个段祺瑞正高兴了一阵 为什么呢 徐世昌不当总统 你黎元洪一个孤身军人不可能当总统 自己非总统莫属 他可没想到这徐世昌提的是黎元洪 被偶得这位段祺瑞 眉风微微往上一挑 欲止详情下降再说 我会想到这位段祺瑞